剛剛這兩個格式化、格式化清除 然後前七名 七名怎麼把它列出來 把這個列出來其實非常簡單 你剛剛的程式如果寫完的話 格式化寫完你可以利用格式化來改就可以了 那怎麼改 跟各位講一下 比如說這個前七名刪除掉 然後按下它自動幫我列出來 自動列出來 那怎麼樣自動列出來 其實如果你可以自動列出來的話 那就相當方便了 為什麼因為 因為很多時候你需要在椅汁裡面快速的把某些資料列一個表出來 你就根據這個表你可以做一些判斷 其實就是所謂的報表 比如說你要做哪些決策 公司最近哪一些 產品賣的最好 而且它的趨勢是向上 你幫我列出來 然後甚至可以幫我列個表 他最近幾個月的銷售情況如何 老闆突然問你 如果說老闆等我一下 那當然他會覺得你效率很差 如果說老闆馬上告訴你 他覺得哇你怎麼這麼厲害 因為你會跟他講說老闆會寫VBA程式 他可能會很驚訝 整個就認 他會覺得說你不得了 OK 不過前提當然是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OK 前期名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一樣切到VBA 第二個的話請特別注意 這個前期名怎麼寫 跟各位講我把它刪掉 其實非常簡單 其實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格式化這一段 複製下來改就可以 但是改哪些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用邏輯推銷 第一個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我是拖拉加Ctrl鍵 這邊改成前7名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哪些地方不一樣 有沒有 我們一樣來推 第一個就是說 一樣的部分 就是說 我們一樣是判斷什麼 判斷這個範圍 沒錯 也是不是小於等於7 也沒錯 差別是說他這邊是怎麼樣 把它的底色改 但是我現在不是要把它底色改 我是希望怎麼樣 請你幫我把那個找到的那個資料 那個資料就這個 Sales的IDA的這一欄的資料 就是這個 這個裡面的資料 幫我放到這邊來 所以其實主要是解決什麼問題 解決把那個找到的那個數字 12好了 幫我把它放到這邊 放到12 也就是說把找到的那個儲存格的資料 放在指定的儲存格的位置 那這個是F2 F的第二列 可是找到的話 他應該下一個應該是F3 F4 你不能說一直用F2 所以寫的方法 第一個 如果我要改的話 很簡單 把什麼呢 把這個introcolor 這個後面這一串 delete掉 這個是我要找的資料放這裡 然後前面請你特別注意 加個等號 加個等號 為什麼呢 你要把這個資料 放到前面去 它的規則一定是這樣 如果你要把這個資料 我最後把這個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呢 前面改F 然後這邊的話 改成2 意思就是說 把第一次找到的12 放在F2裡面 那第二次找到可能是21 欸 可是問題來了 他還是2 那就會造成一個問題 什麼呢 他會被什麼 蓋過去了 就是12變蓋 蓋過去 F2裡面變21了 怎麼辦 所以我們理論上應該 把這個2變成3 3變成4 4變成5 一直往下放 有沒有 才能夠一直往下放到8 有沒有 2到8 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讓這個數字改變 特別之外 你就需要一個變數 什麼叫變數 其實這個i也是變數 意思說他裡面的資料會改變 的意思 有沒有 2到43 他改23 所以這邊有個簡單的技巧 如果將來你的 這個裡面的資料會變的話 那你就先第一個 先在上面加一個變數名稱叫K好了 這個K自己取 你叫A也可以 叫B也可以 OK 等於什麼呢 等於他的初始值 他第一次呢 是放2 那我就是K等於2 那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K 那當然他這個地方一樣 放的時候呢 第一次也會放什麼 放F2 意思是放在哪邊呢 放在 這個儲存格裡面去 有沒有把找到的放儲存格裡面去 但問題來了 K的值呢 他永遠都是2 可是有沒有什麼方法 讓他 加1 有沒有 把K的值 加1之後再存回去 所以特別是要 底下再加1行 如果我今天把12 放進去之後呢 特別是把K這個值 裡面的值加1存回去 怎麼寫 K等於什麼呢 K怎麼樣 加1 就好了 特別注意喔 所以他會怎麼樣 幫你把K加了1 本來是2 變3 再存到 K裡面去 也就是說呢 會把那個原來的2蓋過去了 那這個時候 K就等於3了 那3之後的話呢 再下一個 他就變4 變5 變6 一直到8 為止 就完成了 乘4呢 就寫完了 OK應該可以懂我的邏輯吧 OK 我們來試一下喔 乘4寫完之後 接下來呢 當然喔 如果你 我怕同學可能會這樣跑太快 我就按F8好了 豬皇來跑跑看好了 所以這邊 我把他Enter一下 往上一下 好那F8 K現在等於2嘛 所以你會發現K 現在等於2 裡面 大家先找第1個 第1個是不是 所以一直讓他跑 這邊射中斷點 讓他跑 跑到I等於多少呢 I等於13 13列的時候呢 那裡面是12 放到裡面去 好所以把資料 有沒有 這個資料 放到這個F2裡面喔 有沒有就這樣敘述 F2他就放過來了 所以喔以後呢 把另外一個儲存格的資料 一個儲存格放到另外一個儲存格 就是這樣寫 特別是他的規則 一定是 等號呢 就是意思說 把後面的資料呢 幫我付以到前面去的意思 複製一份到前面去 這個等號跟以前 我們數學裡面的等號 是不一樣的意思喔 意思是把後面的東西放到前面去喔 跟以前的數學 所以有的同學 容易受到以前學數學的影響很深 這等號雖然也是等號 但意思 是不一樣的喔 OK 然後呢 底下就是什麼 現在K是等於2嘛 那我要怎麼把它變3 很簡單 加了1之後存回去 所以現在是 2 所以呢我把它加了1 存回去 這一行執行 所以這個時候K的 K等於3 OK 那依次類推 再往下找 那就找到21 那所以K因為等於3 所以他就往下再放下一個21 那再來當然也要往下放 所以K再加1就等於4 所以就依次類推 再往下放第4 然後按執行 全部跑完 就列出來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主要那個前期名 並沒有重新寫 而是什麼 拿剛剛的這個格式化 複製下來改 改 改了幾個地方 1 把Intel Color改成這一個地方 把這個地方 第二個K 所以你會發現K是非常關鍵的 它有點像畫龍點睛 它有點像穿針引線的效果 如果沒有這個K 那很多事情是做不出來的 所以以後你們要變通的話 記得 先去分析說 哪一個數字會改變 你就是在那個數字 在那個數字把它加一個變數就可以了 那變數有個初始值就寫上面 累加值就寫下面 這樣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當範本 以後很多地方都 把它拿來參考改就可以了 所以有些地方 不用重寫 像我剛剛也是拿這個來改就可以了 OK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